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香港的市民同胞们 我是广州医科大学国家医学研究中心的钟南山 18年前我曾经多次到香港和特区政府 以及医学专家好像K.Y.Yun David Heuer 他们一起共同抗击SARS疫情 当时一起讨论如何抢救病人等等 在三个月的时间内 我们经过努力取得了抗击SARS的伟大声音 18年后新冠肺炎COVID-19再一次来 这一次来得很猛 以及遍及到全球 自从2020年初以来 我观察香港特区政府领导抗疫行动及措施 是比较有效的 在患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处于在全球中的低位 很有效的 保证了香港政府 香港社会的稳定 但在今年1月5日 以后香港发生了新冠的特变毒株 Omicron的疫情以来 由于这个变种病毒传播很迅速 至今操作的一个计算 已经接近有6万人患病了 至少有75人死亡 这个对经济和社会上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冲击 跟其他的病毒株比较 Omicron总的来说 他患病的症状比较轻 主要在鼻烟和大气 他真的发生肺炎的机会相对比较少 所以死亡率比较低 是差不多接近季節性的流感 流行性感冒 所以总的来说 市民不需要过度的担忧 但它的危害性 就远远大于季節性流感 一个是它的传染性很强 我们知道流感 一般它持口传染性 不过一般来说 一个传一个 或者一个传两个 它的所谓流感的传播指数 不是很高 但是Omicron不同 Omicron是一个 可以传六个 可以传七个 所以它的传播力 传播性 大大高于流感 那就会造成 社会上的一些不稳定 第二个呢 虽然它的病死率很低 但是根据英国安全 衛生安全局 UKHSA的二月份初 二月初发表的统计 在年纪大 譬如60到69岁 它的死亡率达到2.6%多 70到79岁 9.87% 差不多达到10% 80岁以上达到21% 所以现在 在香港的死亡率 大概是0.15% 按这个 如果大批感染 出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 那个死亡率 就会大大的增加 我个人的看法 生命很重要 不管你有什么不同的政治观点 或者看法 但是在人对病毒的斗争中 一边是人 一边是病毒 我们最重要的是生命 所以我的看法 在这个领域最高的人权 就是人的生命 是健康的生命 这个跟我们一些 现在的西方有些国家的理念 是不一样的 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 对待COVID-19的指导思想 就是很明确生命至上 健康至上 我们不会容忍 自然感染 导致大量的长者死亡 所以我们现在的政策 还是争取动态清零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当然是预防传播 是一个最关键 首先做好个人的防护 大家都很清楚了 在香港我们的市民很重视戴口罩 注意减少社会的接触会 现在糖食减少了两个人 等等这些方面 首先是自己不要受感染 这是最重要的 其次呢 如果你是一个密切的接触者 譬如你家人有 居家隔离 你就是密切接触者 应该定时增加快速检查 即是我们检验包入抗原的检查 如果发现有阳性 就立即和医疗部门联系了 包括对他们有没有症状 各方面 又能够向有关医疗部门来咨询 而且有指定医疗部门 对你的医疗情况 如何处理 提出一些指导的意见 第三 当前最重要的就是 要将患者和健康人分开 在香港 因为已经确诊的 是不能够居家的 要另外一个隔离 目前现在在香港 确实遇到很大的困难 但是这个困难 我相信是暂时的 据我了解 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 即是加速在这个 譬如竹膏湾 啟德码头 这些地方建立房厂院 makeshift 即是好像武汉开始 健康人和好人 健康人和有病的先分开 是很重要的 如果必要的时候 我甚至认为 例如体育馆、会展中心 都要考虑作为一个隔离地区 虽然是一个短时的影响 但是能够切断这个环节 对香港尽快的控制疫情 极为关键 第四 重症病人要及时住院 当然在香港最好的办法 就是集中在某个医院 或者某两个大医院 这样比较方便及时尊业的救治 减少死亡率 这是第一 第二 要求疫苗注射 我们知道疫苗注射 对于预防感染和预防家重 是非常重要的 据我所知 首先在香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那个疫苗的接种率 还不够理想 一些data显示 香港接种第二针的 即接种了两针的 60到69岁的 是72% 70到79岁是56% 80岁以上 只有28% 这个是很低的 为何呢 在英国 卫生安全局 曾经计算过 亦都测定过 如果接种两剂疫苗以上 病死率 在各个年龄段 就会减少一半以上 如果打第三针 死亡率 降到0.0多 是一个很大的下降 所以在这个疫苗接种上面 长者必须要注意 因为我们知道 香港是一个 是一个长命的地区 在全世界来说 平均年年都是好 平均的生存率 那个寿命压是很长的 所以长者必须要接受 第二针 更重要的 接受第三针的疫苗之中 这样就可以大大的 降低这个病死率了 那条命是最重要的 第三呢 就是药物 必要的一些药物的治疗 这些药物的储备 好似美国帕克斯罗维特 已经在中国大陆都有了 批准了 当然香港也有一定的储备 我相信 中国内地的BR2 196、198的抗体 在美国药監局 在中国都已经批准了 这个也是一个有效的 还有呢 就是通过有些经过 在内地 纯正医学 证实的有效的中成药 对于减轻症状 缩短疗疆 减少重症的发生率 都是有效的 在这些方面 我已经和有关的企业和厂家 在讲话前 和他们联系过 希望香港给予更大的支持 我亦得到了大部分企业的积极回应 表示一定要尽最大的力量 来配合香港抗疫的需求 所以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 我们要加强 最重要就是加强团结协作 政府的各个部门 商界 公立医院和私家医院 以及广大的市民 市民都要在抗击新冠面前 要有个团结协作 我完全相信 在中央政府内地的资源 包括核酸的检测 抗原的快速測定的试剂 协作建立Makeshift hospital 我们医务人员支持 好像今天我也知道 我有几个助手 我都跟香港的几家医院都谈过 互相讨论一下经验 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 但是这里更重要的是 特区政府的努力和主导 有了这些 我们一定会共克时间 取得第五波抗疫的胜利 为香港以及内地对外全面开放 做出我们的贡献 多谢